2016年是仙剑科技创新发展的第17个年头 这一年有艰辛有曲折更有全体仙剑人的拼搏与汗水 这一年我们锐意进取不断突破 一砖一瓦一步一行成就我的仙剑我的仙剑 基于公司杰出的创新能力以及在资本市场的良好表现 2016年11月公司获得第六届中国证券金子金最佳科技创新上市公司殊荣 2016年在公司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 Lembre于6月获得CE认证正式登陆欧洲市场 作为唯一的中国自主创新品牌 Lembre凭借其卓越的产品设计和临床性能 多次亮相国际高端学术会议 并在欧洲逐步铺开市场 同时产品在中国即美国的市场准入工作 已于年内顺利推进 2016年12月 先建科技公司股票或纳入深港通标地 与内地资本市场的良性对接 将带来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右翼飞跃 2016年4月 采用美吨力先进技术进行设计和建设的 心脏起博器产线落成 同年6月 第一条产线顺利通过验收 8月直入式心脏起博器 获批为国家创新医疗器械 9月 起博器动物试验完成入组 12月 与CFDA会议沟通顺利 将极大的推动先进心脏起博器项目进程 2016年5月 Femflow药物洗脱外洲球囊导管 8月 HartTom直入式心脏起博器 和IrisFit PFO封堵器 分别获批为国家创新医疗器械 使公司成为目前中国获批创新医疗器械 最多的医疗器械高新技术企业 2016年4月 先见科技 携手当地医疗机构 医院赴西藏纳区县 对超过3600名儿童进行先心病义务筛查 确诊各类型先心病患儿45人 同年12月 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协助对当地百余民先心病患儿进行义务诊疗 首批31名患儿已成功接受先心病疯毒手术 2016年 感谢所有的先见创新家 梦想家 实干家 你们的努力 让先见的今天更精彩 未来更值得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